昨天5月31号 最炸烈的消息莫过于胡塞武装宣传攻击了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叶海亚表示 使用了多枚友谊导弹和弹道导弹并击中了目标 而美国方面肯定是否认 美国防部官员表示 并未发现有任何针对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的袭击 外网上有网友第一时间画了两幅图出来 长着翅膀的老虎把美海军踩在脚下 这老虎的翅膀就是胡塞武装的红白黑旗帜 虽然意淫的意思有那么一点 但是点赞相当多 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声 那就是对美国支持以色列的不满 而且美军也没有那么强大和可怕 反正帝国的形象相比20年前 真是拉垮的厉害 20年前可没有人会相信帝国的航母会遭到威胁 20年后人们很乐意听到 并且很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 虽然也知道 胡塞武装不可能把帝国的航母怎么样 但是这种心态的变化更可怕 人心向背往往是左右历史的原动力 我们来分析一下 胡塞发出袭击美国航母这个消息的影响 二战之后 美国的航母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任何威胁 为数不多的几次损失都是自己造成的 比如说1967年 弗莱斯套号航母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爆炸和起火事件 造成了100多人死亡和大量的舰载机损毁 这是自己玩漏了 跟别国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二战之后 美军航母它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 就是在2016年 那一年在南海与我国对峙的那一次 如果说真的打起来 美军两艘航母真的要面临被摧毁的危险 所以他们跑了吗 而这一次 胡塞武装官方宣布对美军的航母实施了攻击 这是二战之后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是不是真的被攻击了 是不是有损失 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性质变了 我相信艾森豪威尔号即使说遇到了袭击 也不可能有什么损失 最多就是掉点漆呗 航母这玩意儿不是那么好攻击的 胡塞也没有这种实力 这个世界上真能把美军航母揍得像网上的小视频那样浓烟滚滚的 只有中国有这种能力 俄罗斯和伊朗或许有可能做到 但也只能是在美军极度懈怠 而且是偷袭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 如果说胡塞武装也能把美军揍得浓烟滚滚的 那可就麻烦了 那就不是代理人战争了 而是大国直接下场了 想想都不可能啊 所以呢 我觉得吧 胡塞武装啊是一种试探 而且试探的也不是美军 而是最近新鲜出炉的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 就这一份重磅文件呢 橙色如何 以前的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啊 通常都是以讨论经济合作为主的 而这一次呢 专门出了一个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 也显得不同寻常啊 同时呢 这一次是有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元首访华 也提高了这一次会议的级别 更是显得分量十足 联合声明的内容我就不重复了啊 大家可以从网上自己看 我说一点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以来啊 四十多年了 也谴责过一些国家 但是基本上这都是关乎自身利益的 比如说 美国当年把中国大使馆炸了 那当然要点名谴责了 但是在无关自身利益的前提之下 中国基本上是 没有如此公开指名道姓的去谴责过那个国家 而这一次呢 旗帜鲜明的表明立场 可以说中国是已经下定决心啊 要在中东狠狠的去放美国和以色列的血了 联合声明里边吧 中国不仅支持的是巴勒斯坦的正当权益 就连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备战领土问题也提出来了 这就充分说明吧 中国已经不再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的想法了 那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 中国这次绝对是够意思吧 一个域外的大国 丝毫不牵扯自身的利益 对你们阿拉伯国家如此的够意思 那么接下来就看你们阿拉伯国家自己的表现了呗 这一份联合声明啊 是目前围绕巴勒斯坦问题 参与国家最多 分量最足的一份联合声明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全都签字了 而且不仅是针对当前的局势 对于未来可能的顾虑也有提及 比如说埃及的顾虑 埃及总统赛西也访华了吗 必然是要提到自身的难处啊 那么中国也不会让埃及失望 联合声明里边也说了吗 双方表示 支持埃方为捍卫国家安全所采取的措施 埃及的国家安全 也是阿拉伯民族安全的基础组成部分 你看 就这份声明一发吧 事实上啊 它起到的是一个投名状的作用 是让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呀 都要去表明一种立场 那就是 就这一轮中东地区的角力啊 不管最后下场的是谁 中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甚至伊朗也好 甚至外星人都行 只要说是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合谋的 那么阿拉伯国家都不得倒向美国和以色列的一方 哪怕你骑墙都可以啊 就是不能背叛 我觉得吧 中阿关于巴勒斯坦的联合声明 它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看联合声明啊 自行的揣摩一下 有没有这层意思 联合声明的态度如此坚决 针对性如此之强 你自己都签字了 然后你再去干点偷鸡摸狗的事 你的老脸往哪搁呀 在阿拉伯世界里边 你还怎么混呢 大家想想啊 是不是这点意思 但是 我要说但是了啊 阿拉伯国家呀 是众所周知的一盘散沙呀 宗教 人主 君主制和共和 世俗和人权 世俗和神权啊 那可谓是全世界内部矛盾最多的 和冲突最多的地区 那谁谁他能没点小心思呢 以前也不是没有人背叛过啊 埃及当年就是因为背叛 才从阿拉伯世界的老大的位置上摔下来的 那么总得有人去试一下 检验一下这个联合声明的橙色 这不如此之巧 胡塞武装出手了 不管他是有意还是巧合吧 他起到的这个作用啊 真的很及时啊 美国的航母公开宣传被攻击了 二战之后头一回 效果呢 真的不重要 性质才重要 美国的反应啊 也不重要 阿拉伯世界的反应才重要 当然了 如果说胡塞武装的攻击 能让神流点血 那就更好了 一石双鸟 意外之息 那么一路我只好看你 这就是一个人来看你 你目前是一路是一路